这道菜是年夜饭最不能少的了 今天分享年夜饭第29道菜 熏酱三天套的最后一个 酱牛肉 酱牛肉首选的 咱们用这个大腿的煎子肉 因为煎子肉切开之后 你就能看到明显的一个金花 这个再切完之后呢 特别漂亮 特别好吃 凉水下锅 加入料酒啊 去去腥 烧开锅呢 烧至两三分钟 咱们把这个沫呢 给它撇一撇 给它头洗干净 放入锅中 来葱姜蒜大块的 来一个泡好的鲁肉类包 用清水泡十分钟 再加上两勺的糖散 半勺料酒 半勺生抽 来一点老抽 来点大酱 盐和味精调个味 加开水或者凉水啊 咱们给它没过 牛肉就可以了 再凉三个干辣椒 大火烧开 小火煮一个半小时以上 用筷子扎一下 能扎透了 这样的话牛肉就差不多了 这牛肉呢 三分卤 七分泡 再给它盖盖泡三个小时以上 咱凉透了之后呢 再切成小片 摆着盘中 给整个拼盘 整点蘸料啊 咱们用辣椒油 来点蒜泥就可以了 小明每天都分享一道 适合你爱饭做的菜 喜欢的呢 点点红心 留意关注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